时间2013年9月18日 农历正月初九 地点苏州寸武路 两名电信工人准备到警下检查线来 突然一具尸体赫然出现在眼前 工人报警后 警方闪现赶到报案现场 直接尸体呈俯卧状趴在井底 穿着羽绒服 男女不祥 目前唯一知道的是死者生前是活着的 发现尸体的位置位于孙武路偏僻路段 平时几乎也没什么人来 死者是不慎跌落 是自杀还是他杀 死者究竟是谁 死者不想说 咱也不敢问 但有一点 井盖重达82公斤 发现尸体是盖得好好的 应该不会是尸足跌落 更不会是自杀 在当地消防的帮助下 尸体被打捞上来 重见天日那一刻才看出 这是一名女死者 但由于井底有积水 死者的连已经被水泡的糊成了一团 经死者衣服及法医事件推断 死者死亡时间应在半年至一年以内 也就是2012年9月到2013年3月之间 死亡原因为呼吸道受阻 警方还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 找到一些钱币 一串钥匙和一板避孕药 这个避孕药它属于长期服用的避孕药 不是那种事后紧急避孕药 从这个推断来说 可能是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一个女性 另外 现场只找到一只死者的鞋子 将现场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另一只鞋 综合现场的情况来看 警方认为这只是抛尸现场 要找到案发现场 只能顺挂摸腾 这么大个人要拖到这里来扔井里 必须借助交通工具 大家都知道 破案有三宝 监控 指纹 DNA 然而案发时间太长 监控数据只能保存一个月 监控看来是指望不上的 另外大案份都知道 杀人案通常是先确认诗员 只要诗员确认了 案子也就破了一半 警方决定先从确认死者身份入手 尸检结果表明 死者有一个显著特征 他的两只脚十只 脚趾全部缺失 而且是陈旧伤 这对于警方寻找尸源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发现尸体后的第二天 2013年9月19日 警方通过周边大量排查 终于查到东主镇湖一带 有一个被称为小脖脚的女人 她的双脚都没有脚趾 女人名叫姚芳 事后经DNA比对 警抵女尸正是这个姚芳 据了解 姚芳在2005年 嫁给当地一个尼瓦工 于强生了一个女儿 在2013年1月26日 两口子大打出手 甚至还惊动了当地警方 民警赶往现场后了解到 报案人姚芳声称被丈夫毒打 丈夫于强也委屈的说 自己拿来盖房的钱 被姚芳拿去打牌输个精光 一气之下才打了姚芳 自从这次干账以后 姚芳就彻底失踪了 直到尸体被发现 也未见丈夫或者家人报警 经深度调查 原来于强姚芳 2005年刚结婚时 家庭还蛮和睦 于强在工地干活 姚芳就操事家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姚芳逐渐迷上了打牌 打起牌来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连女儿都懒得管 姚芳是又菜又爱赌 全家人的日子 在她的努力下 一天不如一天 丈夫看在眼里 气在心头 终于二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因女儿才一岁 法院将女儿判给了姚芳 但姚芳又不干活挣钱 带着女儿三天饿酒顿 于心不忍的于强 决定给女儿盖一所房子 于强认为 既然已经离了婚 她也没资格干涉姚芳的去向 所以失踪了 她也没联系过 那这个姚芳 啥时候失踪的呢 警方调取了她的手机通话记录 姚芳播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 是在2013年2月18日 正月初九早上9点 办案民警迅速找到了这个联系人 她叫惠小娟 说到2月18日正月初九 早上的通电话 惠小娟依然记忆有心 那天一大早 惠小娟就接到一个陌生女人 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撕心裂肺的哭着喊救命 惠小娟就问对方是谁 然而对方就知道哭 一个劲的叫救命 持续几十秒过后 电话就挂断了 惠小娟认为 这肯定就是一出恶作剧 根本这个电话 接到的时候是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是她的电话 惠小娟哪里知道 电话那头正上演着恐怖的事情 民警告诉惠小娟 电话就是姚芳打来的时候 惠小娟一愣 惠小娟跟姚芳也只是点头之交 惠小娟的手机上并没有存储姚芳的名字 但姚芳手机上却存了惠小娟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惠小娟一直不知道是谁打来电话的原因 那这个姚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为什么要打电话给点头之交的惠小娟呢 民警判断姚芳慌乱之中快速拨通一个号码 这可能纯属是一个巧合 警方随即将2013年2月18日正月初九早上九点 设定为姚芳遇害事件 那谁最有可能对姚芳下死守呢 侦察员决定从姚芳身边的牌友开始调查 嫌疑较大的当属一个名叫金长嫖的牌友 他除了打牌还开黑车挣钱 姚芳打完牌也是经常坐他的黑车离开 就在姚芳遇害前 长嫖跟他的通话频次非常高 这绝对不是巧合 警方通过交通抓牌系统 查到长嫖的车 在2013年2月18日下午5至6点之间到达过抛尸现场 他在这偏僻路段一待就是一个小时 他在搞什么飞机 专案组决定将长嫖控制住 金长嫖现年39岁 表面看起来丝丝纹纹纹 侦察员依法对长嫖的车辆进行了搜查 虽然已经过去了七个月之久 车辆已经被清洗过无数次 要找到线索困难重重 但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细心的侦察员还是在车后座和后备箱里 找到了两根姚芳的毛毛 这也将成为指认金长嫖的直接证据 长嫖在局子里硬挺了五天 一句话不说 直到警方将一系列证据摆在他的面前 他终于不再沉默 长嫖交代 他跟姚芳是在棋牌室认识的 他也知道姚芳是远近闻名的公交车 案发前一天 姚芳就打他的黑车离开 在车上姚芳保责了长嫖的手机号码 第二天一早机才刚叫 姚芳就给长嫖打了电话 但是姚芳上了长嫖的黑车以后 只是叫他网胡边开 并没有告知明确的目的地 孤男寡女开着车慢无目的的瞎转 车内顿时充满了暧昧的气氛 突然姚芳对长嫖说道 我们要不要玩一下 长嫖一听 这不正合他意吗 就这样二人玩得很开心 玩完之后姚芳也不装了 瞬间憋了脸 长嫖人虽老实 但最狠骗的 二人缠斗间 姚芳慌乱的拨通了慧小娟的电话 干掉姚芳以后 长嫖开着车寻找抛尸地点 最终他找到一个偏僻的勋警 用后备箱的两个螺丝刀将枯井敲开把尸体抛进户阵中 而在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讲到少了一句鞋子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天 他也讲到他也不知道鞋子去哪里 案件到此结束 在外人眼中老实芭蕉的长嫖 未能耐得住寂寞 经受住诱惑 最终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实属可惜 你们说呢 晚安 晚安元宝们